那我呢这个在万华那个地方就万华那里 我跟你讲我逢年过节的时候 有两摊的有两摊的肉 就是像这样的食品 哦那摆到什么呢 摆到我看摆来人 摆来人哦 然后像这一家的店啊 他呢就是最后他就是用 你要切的跟不切的分别排 因为要切比较慢嘛 所以不切的就另外排 那这一家的肉呢就是 在那个地方我看到的就是他家的肉 这个是排大排长龙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家肉粥 粥济肉粥的红烧肉 红烧肉 这两个呢是大家唱的 这个是这个叫松品 它好吃的 你看它那个肉 肉很Q的 香味很厚的 有够 鸡香味你看看 你闻闻看那鸡香味 我有一些人在减肥 叫他来拼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然后呢 去年的端午节 我就是到那个地方去 哦我真的是 跟我今天两个人就排队 各买一只啊 这样子 然后带回去我婆婆来台北过年 我婆婆是台南人 台南人 他一吃 可以啦 不錯啦 然後呢 不好意思 我要告訴大家 我剛才吃一塊 好吃 真的好吃 他就在山水街 就在山水街 其實我們一出來 那個蒙甲公園 那邊的山水街 有幾個三六鴨鴨湯 是吃甜的 吃甜的 然後轉過去 就是山水街 就是這個 山水街 跟那個龍山寺是平行的 太平行的 你山水街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就是市場了 對 山水市場 對 就山水市場 那他的 那邊 你肉可以放下來 你幹嘛一直拿著 我是說 我是說為了大家健康 要給大家試身 試身有毒 是 不過這個放山雞 台灣的 放心 台灣的 台灣的放山雞 總是為了你們的健康 我要注意 你們來賓的安全是我們的政策 沒有 為了我們的肥胖 來 你吃 你吃 我就說 東西一定要吃 如何 肉在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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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小鳳 沒有啦 拼一下而已 我給你吃 傳過來啦 好好吃 被他開始受不了 台南的 聞一下 你聽到半盤 天安姐聞一下 然後呢今年過年 香味 香味有沒有 好燻的香味跟那個雞香味融合在一起 非吃不可 那我今年過年回去呢 我婆婆就買了台南的 他就跟我說 意思是跟我說 你們去台北那間喔 我也買一間 我們來比看看 他在市場裡面買 反正就是也是很不錯啦 也是很不錯 有咬勁耶 不會像一般的那種肉雞 鬆鬆 就放生雞啊 放生雞 而且它鮮的那個香味 跟它的鹹度有夠 有夠 那是甜 到感覺不是鹹 那盤還拿來試試看 喔 我婆婆 我幫你吃一下 這盤 拿來啦 沒有啦 這盤 我先給你試試看 有豆腐嗎 這白切雞的吧 對 我覺得台灣人的白切雞 真的就是最好吃的東西 白斬雞就對了 日本人來台灣喔 還在問說 你們這個白斬雞 哪有沒有想帶回去 他們都想說 如果有真空包 把他們帶回去 日本人來台灣 不是只會吃小籠包耶 很會吃的都會吃白斬雞 我覺得這個可以外銷 好吃 這個真空包 所以喔 白斬雞要用一個豆腐 我連豆腐就沒有 對嗎 就是這間的 最佳的雞肉 還有就是那個紅燒肉 來 紅燒肉也拿起來聞一下 小胖 吃這個 有一點好醬鹽 那是周季的對不對 周季的紅燒肉 那簡直是排的 那它的紅燒肉 真的是炸起來的時候 你看看 這是我吃了大概20年的東西 對 那味道呢 味道現在呢 我覺得它現在 跟以前比起來 可能生意太好了 快點 反而我比較喜歡吃 他們家隔壁那個 她姐姐的那個 阿秀開的那個 蛋仔麵 它那個麵煮得真棒 那個湯青 然後麵這樣一碗 真好吃 周季肉賣有沒有 我覺得 外省人吃不慣耶 我帶我公公外省人去吃 一大早特地 我多孝順啊 帶去吃 我非常好吃的 那個肉粥 飯店有肉粥 她很有興趣 吃完她就說 還好啊 像飯湯 就像江澤人吃泡飯一樣 像飯湯 不要說外省人 可是那個不容易煮耶 那個是要 你煮久了就會糊掉 所以它時間要算得很好 她每次都 先把飯 先弄一鍋出來 賣完再弄一鍋的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婆婆來吃了 她也是鹹 她說沒料 因為台南人 我覺得台南真的是 好啦 李文人 你們是 你們是 沒落的貴族 你們是沒落的貴族 你的肉是有什麼 沒落的有啊 有海產都有啊 台南的州是海產州 那我覺得台南人 為什麼就是 當然一方面 就是當初富裕嘛 然後政治經濟的重心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人文繪萃的地方 可是他們的肉 你們的也是飯湯 鹹味的飯湯 也是飯湯嘛 但是料比較多 你說裡面有料啊 有料比較多 裡面有很多的料啊 可是主機肉杯就是 你點一個肉杯 只要你要點其他的 切很多的菜啊 對啦 但是以它的價錢來講 那一碗 價錢是還OK啦 那麼但是我是覺得 但是有 這樣子大概要多少錢 大概 要貴嗎 兩百塊左右 這樣燙啊 對 這樣燙啊 對 所以我覺得 一隻半隻 半隻 半隻兩百而已 對 所以我說 那個地方其實 其實為什麼小吃 大家會很喜歡 是因為 它除了華西街夜市 是貴之外 其他的東西都非常便宜 像例如說 我這個特別拿給大家看 不是說這個環貝 我知道你們家製環貝啦 一支這樣 十塊錢 十塊錢 所以豐減遊人 也有很便宜的 是 所以我說 這樣子一根十塊錢 所以我就 你一次去買個十根 就這樣子帶回家 說實在話 這個要量一下 這真的好吃 老實 這真的好吃 那環貝 實在說是比較不好吃 比較普通 為什麼不好吃 你什麼人拿一張 帶給他吃好不好 我覺得環貝 那個 李維他們台南的環貝 超好吃的 環貝他們 而且人家以前都說 台南人做的東西 南部人做的東西 看起來比較脫心 南部的東西比較古早味 我覺得台北一天到晚 再繞一大堆的招牌寫古早味 古早味 你去吃以後 什麼裡面連魚露也有 什麼雞粉也有 你根本吃不出 它哪裡是古早味 可是你去台南吃 你看台南的烤玉米 就算它已經跳脫了以前 光是刷刷醬油 刷刷糖的味道 他們那個石頭烤玉米 那個味道 真的是讓你恨不得 每個月都去吃一趟 他有加一點豬油 這個好香喔 這個剛才天南姐講真的 台南的肉燥 我有去問過 他們還是習慣用甘草粉 對啊 一定要放甘草粉 很奇怪 不敢這樣而已 我們喜歡這些魚湯有沒有 像生物魚湯也都有人 會做加甘草粉 提那個甘味 對啊 他很感濁 他說真的要煮得好吃 像那個玉米 就要嫩就要知道 它這個比較老 比較老 但是稍微 我們一年十塊是做得很便宜 你台南有什麼 人家平身帶這個來 這個是什麼 那是松平的肩 因為它滷的也是 滷雞肩 滷雞肩 就是滷的就有味道 所以它就是這樣 一包一包就在那裡 多少人用搶的 過年的時候用搶的 你看有沒有味道進去了 所以這邊我就非常推薦 例如來一部電影這樣 六位 你在台南 有什麼好東西來跟大家報 台南有很多東西 像我有一個很開心 情報一項你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 撒目魚湯 也撒目魚雞 虱目魚羹 像這邊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種撒目魚 下去用一種雞 你包一個撒目魚肉 然後虱目魚肚啊 它這個裡面 有個好處是 撒目魚雞嗎 對 這都要台南 因為台南魚雲多 對 清的 清的原因就是 它這個湯裡面 全部都是魚骨去熬的 然後那個羹呢 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加了那個魚肚的肉 魚肚的肉會比較嫩 然後比較多一些 就是肉質也好 油脂也多 肉吃起來不會那麼的乾 然後這個羹就很好吃 這在台南哪裡 在的保安市場一樣 不然市場 如果要吃撒目魚雞 對 阿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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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以前是在 布蘭市場裡面 賣魚雞 也四十幾年了嘛 他穿著 布蘭市場以前 是以前台南人 都會去吃東西的地方 那個地什麼 塞加里巴很近 那他以前是在 他有個保安宮 是個廟 他廟就集這些 小吃跟市場的東西 那排隊嗎 他有時候生意 假日生意非常好 可是排隊倒是不至於 因為他的路都很看 你可以坐下來好好吃 我等一下也沒有耐性 就長腰 像我這個東京竹立市場 那個說最好的那個什麼 大河壽司 大河 對啊 一座 兩座 三座 你幾點去 我差不多 去到那裡七點多 早上七點多 那六點就去 六點啊 六點你都要幾點起來 五點半啊 你就要住在營 五點半不... 你飯店就要訂在營座啊 走路就到了 可是老實說 我去了以後 人家說很好吃 我只要是懶得排隊 因為要排很久 所以後來就沒有排 不曉得多好吃 來 我們先休息 你要往外走 走到那個外市場 那邊有鮪魚蓋飯 對 鮪魚蓋飯 滿滿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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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